欢迎收看五期新闻网 我是徐俊相 我是廖婷娟 红海11月的营收 初期的好 今天股价终于有一个明显的反弹 大家就这么想了 红海回神了 三网稳了 台股大盘是不是就稳了呢 别高兴的太早 因为我们来看到 外资今天继续卖 连12卖了 看来大盘恐怕只是跌身反弹 反弹会不会是另外一波逃命潮的开始 而另外今天有个新闻 这个iPhone的旧机大追单 iPhone7卖得吓唆叫 苹果在打击海战术 同时是不是也预告着 苹果帝国已经走向了没落了呢 贾伯斯背后男人之称的 IF还要重回苹果的设计团队 以前的老三王旧苹盖 有没有机会转为新思维呢 而2018年最夯的题材包含了PA 三体感测 以及成长幅度最大的软硬板 有没有机会成为新主流呢 今天让专家告诉你 这一波史上最长的万点行情 大家都说散户 9月份终于进场了 问一个问题 你敢有贪到钱 结果我们一看这个统计 吓了一大跳 居然是白忙一场 纸上富贵 有多达640档 居然是不涨反跌 今天我们就要透过三大指标 请专家协助我们 来体检一下您手上的股票 哪一些应该续报 哪一些有用敢看到 say goodbye 别让这一波最长的万点行情 变成一场美丽的误会 好那看今天的一个大盘 大家终于是松一口气 觉得哇终于反弹了 包含了鸿海交出了非常亮丽 11月份营收的好消息 还有整体的瓶盖族群 都在进行反攻 散望也难得同步再见到了 都是起涨的态势 感觉起来今天要大涨白点 有今天有盘中一度涨白点 其实今天的反弹到底强不强呢 有没有可能让外资认错回补 今天大家都在讨论这样的一个焦点 那外资我们认错回补呢 没有 no 他今天还是继续卖超的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整体 包含了在家全市场 还有在贵买市场 今天整体的架构 台股这一波段我们来看一下 从10882一路的修正到 今天这个位置 其实已经跌破了半年线 这波通通都是 外资在进行一个卖超动作 今天外资继续在卖超37亿元 已经连续加起来 累计连12卖 合计738亿元 看到今天连续两天反弹了 外资怎么还是站在卖方呢 我们就来看融资好了 从这一波这样杀下来 我去帮大家算一下融资 且一半段大盘在杀的时候 融资还在积极的进行抢劲 后半段融资终于开始撤退了 但累计加起来这波其实融资还是有增加24亿元的 代表这波是外资在砍 融资呢 这波杀下来其实还是有增加的 相对反弹今天比较抢眼的 应该算是贵买市场指数 波段积跌了7个百分点 但是今天已经先占回了在季限关卡之上 外资上周五开始出现大买了 今天小减 融资的部分其实很明显 就比起在加选上指数 你看得出来融资这波减肥的幅度 其实相对加剧市场是比较多一些些的 所以我要请蔡总带大家来看一下这个盘 今天大家在进行反弹 我们都在讨论到底外资会不会认错回补 因为今天的一个反弹大家先看 不管是站上1058点也好 半年线也好 但是今天光看鸿海挡股票 大家就觉得反弹有一点点弱 现在包含了月季线 开始有点迈入死亡交叉的同时 反弹看到哪里呢 好 我们来教大家三个步骤来检验 究竟是外资认错回补 还是反弹逃避 第一个 扫完污燥 先不要看今天涨几点 成交量 为什么 成交量代表信心 点了500点 假如你有信心的话 今天的量不会1100多亿 反而还缩下来 还要缩 那因为刚才亭娟讲过了 5 10 20日到60日 金线全部下弯 空头排列 好 5天跟10天的平均成交量 我告诉大家1500 这个连续性的反弹 没有每天1500的话 代表信心不足 然后更不要讲外资在卖 所以第二个我们来看谁在主导 当然不是外资 投信买超 自营商买超 相信今天业内的中石户也是买超 所以是本土的资金在主导 不是外资 所以第二个我们确定了 第三个谁是强势股 强势股的定义是说 以今天涨74点大概10点最慢11点 涨停就出现了 然后到收盘不能虎头蛇位 你收盘也要涨停锁得实实的 这个就叫强势股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两个族群 而且铝职电容 因为AI车用的需求 到了明年第一季的话 还要再涨价 所以中高阶铝职电容 尤其比特币 今天比特币第一天期货开盘 涨11%两度的熔断 因为涨太多被停止了 因为这个电容 就是说我电压经过的时候 我把它储存 所以对中高阶的电容需求很强 日本已经涨价了 我们这些要涨价 我们看今天有这个利容 因为它11月份的营收历史第二高 今天它是虽然没有涨停 但是它今天是创高点 创高点 然后凯美这个我们以前讲过的基本 今天还是涨停板 对 那这些股票包括了一些凯美 利敦 智宝 金山电 我们把它算一下 平均不到10% 就可以过上市的高点 所以这个族群 有产品涨价的利多 好 其实今天最强的 最强 是这个 是这个 以前我们常讲的MOSFIT 又来了涨风再新 所以那股风是不是又刮回来了呢 但是我们要告诉大家 我们以尼克森来讲 这个波段跌幅高达三层 然后今天你看这三档尼克森 户顶大宗 全部涨停板 对不对 但是以尼克森 魔鬼藏在细节里 以前他最高的时候50块 一天的成交量2万张 今天涨停多少 四五千张 这个成交量透露玄机 是因为有可能这些大户 比如某个大户来不及跑 手上还有套牢的尼克森 所以今天他用手上的股票 抢涨停 所以这样的话不需要 太多的成交 而且跟的人不多 就自己在做 所以这样的个股的话 很可能 明天 除非明天大牌要很好 或者这种的股票 有可能明天会开高之后 迅速的出现什么压力 所以他就是逃命波的意思吗 也要小心 因为这些股票 这个未来要再互置上一波的 这种价量巨洋 而且利多的题材 这种完美的利多集一生 这种条件在短时间 不会被护制第二次 好 现在看到这两个今天所长停的 我们看到铝职电容 还有这个MOSFIT 你光看这个数字 你会以为说买气回龙 可是你细部看进去 就没理 反倒更像是逃命波 那另外第一个重点就是外资 外资其实非常key point 我说外资形容它像什么 像鸟 我们大家一句话说 天鹤四 半鹤杯 你就觉得新台币强一点点 外资就锁在台湾 它不会跑 可是它太强的话 又伤了我们的出口业 所以这个新台币的汇率 还有外资的动态 这个礼拜是观察的黄金周 对 金像讲到一个重点 因为我们国内投资人 没有外资所处的环境 大家讲说外资今年在台股 平均大概大盘涨15% 所以你说赚了15% 当然就要跑 但是外资是把钱汇进台湾 台币对美元今年是升了7% 你把股汇加起来的绩效 其实它是赚了20几% 所以它当然要获利了结 所以这时候你可以看 这个礼拜七大央行 都召开的历利解册会议 其中联准会大概礼拜四 大概确定会升行一马 那欧洲央行 英国央行 所以都很关键 那我们的央行是下个礼拜 也是彭总裁任内 最后一次的会议 那最近有人说你又被盯上了 我们台币老实讲应该升了 但是每次开盘升一下 尾盘灌压 包括今天又没有升破30块 但是电子的一个大佬张忠谋说 这个会议力没办法吃掉会议力 只能忍受了 所以我们说今年台币升了7% 已经指向二字头的时候明年 因为明年大概大家认为联准会会多几次 今年两次 明年可能三次四次也不一定 所以很多的美西的外资的钱可能会出去 所以照道理这个地方台币会有波动 但是很难讲 因为我们又有税改 很多内资的钱又会进来 但是总而言之我们要紧盯新台币的汇价 新台币的汇率假如说出现了升值的话 二字头其实对电子业的获利 尤其是在第四季的获利 到明年第一季淡季的影响就比较大了一点 刚才总讲到一个重点 第四季很多电子业关键的一个季报 到底会强会弱 今天当然很明显 大家看到都是聚焦在鸿海一档股票身上 其实从过去鸿海上个第三季财报 三绿三降之后外资开始一路的狂卖 波段的鸿海经从高点到现在 12块5跌到波段地点92块5 跌掉了24%的一个幅度 但没有想到11月营收交出这么亮丽的成绩单 月增年增都有17到18个百分点 结果看盘面当中很多外资开始喊 卖给你重申200块钱的目标价 还有这个iPhone X的出货 是不是从这个营收看得出来逐步顺畅 但我要先问一下蔡总 你给鸿海今天的反弹打几分呢 大家都说是不是导撞反转成立呢 你怎么看 我们现在风红漂不漂亮 漂亮 但是是秋末 已经到尾巴了 为什么 我们讲给各位听 10月份的时候 营收是4854亿 月增的7% 然后11月份是5969亿 而且历史新高 月增的是7% 是这个数字 大家吓一跳 这么好啊 好到大家对第四季财报会有期待 好 那现在问题来了 为什么 因为11月份就是iPhone X iPhone X几乎全部都是红海来组装 所以红海在11月份的营收 本来就要像昏红一样 本来就起来 但是这个风红很可能是秋末 为什么 到了12月 到了明年的1月2月 这几个月的话 要再维持这个速度的话 不容易 不容易 所以你今天看一下 虽然它今天涨 涨个2.5% 但它留一个上影线 对 留个上影线 我们现在关键就看今天外资 这一波外资已经卖超了60几万张 补不补 假如不补的话 那这个红海 因为上去年限就是102块的压力 再过来我们看一下 因为第四季 我们现在未来要年报 明年3月底要发布2017年的年报 这个年报的话 第四季本来大家估 大概就是3块8 3块9 但是因为有11月份的营收 快到6000亿的话 我们会估它提高到4块以上 但即便4块多 因为前三季只有3.87 所以2017年整年度的EPS 不容易高于2016的8.6 它还是一个年减 所以年减的话 我们再看一下 其实我们把iPhone拿出来 把它拆解 拆解的顺序 就是拉货顺序的颠倒 所以看到组装完 这个红海是最后一半的 所以这个顺序应该是这样 台积电先摘过来 大利光 零件的部分 最后是红海 那红海未来12月到明年12月的营收 谁是它的天花板 这两个 你注意看 台积电虽然11月份931亿 但已经跃减了 上个礼拜五美国科技股反弹 AD没有涨 这已经透露玄机 今天只有涨五毛 而且我告诉你今天黑K 黑K 注意看台积电今天是黑K 黑K的意思就是收盘没有高于开盘 再过来我们看大利光 虽然11月份的营收 这个我们讲过 56月月增 但几乎不动 而且它已经预告12月会下滑 所以你今天看 它也黑K 大利光黑K 换句话说 三巨头今天只有红海 因为它有点意外 它变成了红K 其他两个是黑K 这两个黑K 就是红海未来营收的天花板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基本上可能还要对三巨头 还要观察 蔡总特别提到了 这个瓶盖的三巨头 台积电大利光跟红海 它用风红来形容 风红漂亮 可是到秋末了 那会不会到了冬天 不但这个枫叶掉光光 还白雪矮 这次我们看到 红海当然最大的题材 来自在它的iPhoneX 可是iPhoneX也被誉为 是苹果这么多只手机 历史上蜜月期最短的一只新机 其实这非常非常关键 因为毕竟一只新一代的iPhone手机 它的销量占整体 苹果所有产品的营收 只好多达了40% 甚至有到一半 所以到底新机卖得好不好 非常非常的关键 我们就来看一下 今天有个蛮重要的消息 这跟人事有关 因为他是号称贾伯斯背后的男人 谁 就是他 他是谁 蛮有型的光头帅哥 他是苹果传奇设计师 Johnny Eiff 他其实在过去 具有非常非常多辉煌的设计记录 包含了iPhone 这个非常漂亮的 新一代的智慧型手机 它改变了人类使用3C产品的一个习惯 甚至取代掉了我们非常非常多的一些身边的产品 包含你的钱包 包含你的手表等等 其实都被一只智慧型手机给取代了 另外包含了像iMac 大家没有想过 原来一个智慧桌机 可以用圆虎的形状 这么漂亮的呈现 也打破了过去大家对于 死板板方方正正荧幕的一个观念 还有就是贾伯斯曾经从牛皮之代 抽出来让全场惊叹的Mable Air 其实他那种漂亮的设计 简院设计 引得了非常非常多人的好感 而背后他就是苹果的设计主管Johnny Eiff 这一次他本来在2015年的时候 他人已经请辞掉了首席设计官的职位 原因就是因为他去设计了 这个非常梦幻的Apple Pack 现在的Apple Pack已经落成了 很多员工都开始进驻了 他本来大家以为他要退休了 因为他已经50岁了 结果没有想到他现在重新又回来 接掌苹果首席设计官的这样的一个职位 所以施聪带我们来看一下 没有了他 大家很关心的是 是不是苹果的产品越趋没落 怎么好像让大家 哇 惊艳的那种感觉越来越没有了 现在他回来了 有没有可能让苹果开始又焕然一新呢 至少设计会比较好一点 事实上在贾伯斯的这个自传 他就曾经说过 如果说苹果公司是我代表性的话 Johnny Eiff他其实就是背后的那一个灵魂 他说在苹果公司里面 除了我之外 他大概是第二重要的 所以你就知道说 他其实在苹果公司里面的地位非常冲刀 他没有点库克 他点的是Johnny Eiff 你看他事实上过去设计的非常多 非常快智人手 iMac MacBook Air iPhone 甚至Apple Park 全部都是他设计的 你知道他在2015年 离开了首级的设计长官位之后 事实上最近推出的产品 我看真的连贾伯斯如果再次的话 他看了一定会哀声连连 而且会非常叛大口 你看设计真的非常丑 而且网路上大家都在骂 像这几年推出一个Magic Mouse Magic Mouse这个是什么 号称他们史上苹果最好用的滑鼠 结果我们要推出来之后 是好用是好用 其实大家对他的评价是还不错 但是有一个点 觉得他太丑了 为什么觉得他太丑 因为他充电 他在尾巴这个地方充电 那这充电 因为充电他要用这个 这个Lightning这个充电器 就好像要把滑鼠翻过来 对 因为你充到这个地方 他滑鼠会不自觉的翻过去 所以很多话都说 这个怎么会是苹果 这个过去贾伯斯怎么会这样做 那另外一个 跟贾伯斯可能更受不了 就是Apple Pencil这个东西 Apple Pencil这个东西 贾伯斯在推出iPhone 常常就说了第一句话就是 谁要用这种触控笔 他就是因为他公开批评 谁要用触控笔 所以他才说 我要用这个人手的触碰 就没想到这几年 苹果又开始推出 这个Apple Pencil这件事情 这学别人的嘛 对 而且这是三星的老梗 所以这个三星还曾经 在广告上嘲笑过他 我们很早就用你 怎么现在才来用 这个是No系列 结果你去跟风 跟到了三星 对 而且这个还有一个 不方便的地方是什么 因为他不能够自己充电 所以你充电的时候 还要跟这个 这个所谓iPad要连结在一起 所以人家都说 那你这不是好像 就使用方面来说都很不方便 另外就是这一次 被人家批评到 可能也有很多人觉得说 他这个刘海很丑 也就是说这个iPhone X 而且根据最近的这个 你看最近iPhone X 常常出现所谓的黑屏 绿屏的这个事件 然后iOS又出了这个问题 连年串串都是跟这些设计有关系 我觉得要是真的是 John Ivy在的时候 苹果根本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所以现在显然 库克他也知道说 这个过去的设计 可能显然出了一些问题 连现在设计消费者 过去的引以为老果粉 现在都在批评我 那怎么办 把Johnny Ivy请回来 或许他有机会 从此在过去的苹果围人所 最赞赏的设计这个部门 好 因为这个i10 听说有人买了一个月 用完的心得是 回去买i8好不好 这个很温导 i10 你刚刚提了 每一年它的旗舰机款 它要cover掉一整年 手机营收的四成 结果你i10蜜月期这么这么短 今天我觉得很多国粉 大家要惊呼连连 搞什么 居然连iPhone现在要搞什么 鸡海战术 拜托 讲到鸡海战术你想到什么 又想到HTC 结果下场呢 是不是大家就开始担心 是什么 原创不行了吗 然后你开始 不只是鸡海战术 老舅都要拉出来 连明年2018听说 一口气给你推三款 那就没有那个牛皮紙袋 One more thing的那种期待了 只有干嘛 我们都知道了 没错 最近的苹果真的是 让人家看得有点心疼疼 尤其今天有个消息 就是因为iPhone 7卖得太好了 所以苹果要追单 追单是一口气要追单2000万支 很多人看到这个消息都认为说 没有错 苹果短时间之内 它的业绩可能会好 苹概股有些也会受惠 因为毕竟这个救济款 它的整个成本都非常的低 而且这个折旧相关的模具 都摊提完毕 对苹果一定是有好处 但是这个可能也是苹果 可能开始衰败了一个征兆 如果你苹果的销售的话 它旗舰机一定是卖得最好的 但是现在看起来的话 它旗舰机不是卖得最好 反而是它前两代 前一代或前两代会卖得最好 这就是苹果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事情 所以显然库克他也知道说 iPhone X可能这一次 大家卖得不太好 所以听说明年有平价版的 iPhone X要现身 而且它明年可能一口气 要推出三款的新机 这样玩下去的话 明年搞不好 如果这些旧机都没有 VOS跟T没有被淘汰的话 明年搞不好苹果专卖店里面 有十款十几款的手机 我现在正在过去苹果的历史中 都没有看到 或许对苹果的营收来说是个好处 但是对消费者的使用 跟整个品牌的知名度 跟品牌的中心度来说 我觉得其实是一个伤害 好 这个iPhone 7 现在卖得非常非常好 连苹果都要进行追单 其实这背后显露出一个警讯 第一个 iPhone 7如果卖得好 你会有两个下场 一个就是你挤压到了 iPhone X的销售量 用我买iPhone 7就好了 我再多了一两万去买iPhone X干嘛 我可能这样就很好用了 好 第二个 过去苹果跟费品店银 都在互抢对方的一个用户 如果iPhone 7卖得好 你要想iPhone X没有办法去吸引 新的飞瓶阵营的用户 加入苹果阵营 我的整体用户的成长性 当然可惜 你总不能一人身上 带三只手机吧 我一只就够了 那如果我选择iPhone 7 我是不是 我就吸引不到 三星的用户 跑来苹果的阵营 2017我一定拿 我举例拿三星 我一定拿三星的Note 8 我就不会去买2016的i7 所以这东西会变成沦落到 有一点向下比价 我们当时的性价比 我能用就好了 所以荣耀我们来看一下 大家都在关注了 到底iPhone 7卖得好 开始进行追单 对这些我们称之为老瓶盖 就是比较传统的瓶盖的一个个股来讲 它到底是救命先单呢 还是它只是一记止痛的马飞 我先讲结论 结论应该是短多中空 是砍i8不是砍i10 所以砍到i8的话 就砍到谁呢 砍到今天报纸立多讲 可诚跟这个河硕 因为可诚跟河硕 他们基本上i8的单是最多的 但是也因为i8的单最多 所以他们被砍的 被砍单的一个效应是最大 所以变成组装的部分 可能就影响了对不对 组装的部分就影响很大 因为河硕最新公布出来的营收 11月的营收 竟然是月减26% 那鸿海是增 鸿海是增加 两位数的增加十几% 然后是营收创新高 所以鸿海它做什么i10 然后河硕它是i8 所以它已经印证了 就是说从营收的角度来看的话 i8真的砍单砍得很严重 你说i7来补 可不可以补一点点 不无小补 但是对于股价来讲的话 我认为长线的影响 可能不会太大 只有短线 所以我们看河硕跟可乘的K线 我们就可以发现 这两档股票 今天都有涨 但是幅度不是很大 那最主要的原因 应该今天涨的原因 应该就是说前面跌的比较重 比如说像河硕 你认为就是跌升反弹 我认为跌升反弹 可乘其实也是如此 因为可乘跟合作的一个业绩 其实11月都是降下来的 你看可乘11月的营收也是月减10.4% 虽然后称史上第三高 但是11月营收也是降 那这两档股票要到什么时候 我认为看两个指标 第一个我们一定要看外资 因为这个河硕 内资散布是没有办法把它买起来的 你看最近外资还是呈现卖 最近外资还是呈现卖 但是如果说你看到外资买 你就很兴奋的冲进去买 也不对 你要看他有没有连续买 至少要连续买三天 这个趋势才会成型 但我认为就是说 短线外资可能会不会回补 可能会 但是真正的买点 应该可能要等到明年第一季 因为这两家公司 通通都要寄望什么i10 因为刚刚世聪有讲到 明年i10要出三支手机 这三支跟i10很类似的手机 他们有一个特色就是说 价格它会荡下来 那价格荡下来的时候量就会大 那这两家公司本来是做i8的 那明年就是要抢i10的一个订单 如果让明年让他们真的切入的话 那么他们业绩的部分 就会有比较好转的情况 不过这个对于鸿海来说 又不是一个好消息 那如果说像可乘合作 你暂时先订掉 先看外资的操作 有没有连续三天 或是连续好几天的买超 回头来进行个布局 否则你先订掉 去跌身反弹 因为刚好营收刚好公布出来 我们就看到营收掉下来 那是不是外资 会看这个营收不好又卖 还是说营收不好 那外资认为说 有点利空出境 然后进去买 刚好用营收来验证 那现在你比较看好哪一块呢 我认为 股票跟手机不太一样 手机是 新好像不如旧 对不对 但是股票是旧不如新 你苹果供应链业绩再好 大家也听到一定闪了 所以现在苹果供应链的股票 我认为应该要找的是什么 找的就是比较新的 未来人不能打入苹果供应链的公司 譬如说像奇虹 奇虹其实要打入苹果供应链 已经讲很久了 但是他其实本身就是苹果供应链 他应该要讲的就是说 他要打入iPhone的供应链 那因为奇虹他本身就是过去做 这个Notebook的这种散热模组 但是因为他切入智慧型手机的散热 散热这一块已经切入很久 所以现在也传说可能会拿到 苹果iPhone的一个散热的订单 那是不是未来真的能够拿到 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们从他的获利 以及营收状况来看的话 确实是不错 你看他前三季每一季都可以稳定了 0.6 0.7 每季都增 全年的话我们预估大概EPS 可以达到2.7 2.8 那2.7 2.8的话 你看他股价32块33块 其实本益比不高 那另外11月营收公布出来 人家可乘什么 可乘核收都降 他的营收是创下历史新高 所以传闻归传闻 我们如果说从业绩的角度来看的话 确实是不错 再加上就是说 投信最近也有小小的买超 是不是呢 在法人的部分也认同就是说 这种股票可能是未来 新的苹果供应链的这个个股 今天苹概股里面最劲爆的消息就是 怕i10卖的没有想像好 然后现在i7又要大追单的情况下 真的搅乱了一池春水了 我们就来回头过来看看 今天的一个股中的关盘焦点 就是鸿海 鸿海今天我们讲 它的11月营收出奇的好 股价今天是反应了 可是绝绝说没有满分 它的满分是涨停板 我今天都设定它 应该要涨停板反应的 好 没有涨得很用力 那我们再来看看 外资的态度怎么样 刚刚收到一个同步的消息 外资很狠 过去三天来卖最凶就是今天 再卖1.7万张 所以没有认错回复吗 没有 一点都没有回头的意思 那幸福来告诉我们 鸿海11月股价这么样的漂亮 即便蔡总说那个地盐效果 你已经看到砍大力光 台积电已经看到鸿海的天花板 但不管怎么样 11月的营收是好的 今天的股价表现也是好的 那投资人心里就会想了 你跌破百点之后 跌破100元之后 今天是最明显的一个回弹 大型的股票 我们常常讲说 如果说你一档股票 要重回到多方的一个形态 通常我们常讲说 有没有这个V转 或者说打一个W底 或者说有这种所谓的 头肩底的形态 那我觉得其实鸿海来说的话 因为从筹码来看 今天外资还是呈现一个调节方 而且融资这边也增加很多 前面大概就是在100块附近 开始有一些融资的一个增加 所以我觉得鸿海这一波 要走V转的可能性是比较低的 那比较有可能说 他会大概在这个90 90到100这个区间里面 来回去做一个震荡 慢慢去做一个打底的动作 所以你建议大家怎么操作 可能有人目前套在鸿海上怎么办 假设你鸿海是买在100块以上 那你当然我等啊等啊等啊等 等到什么时候 鸿海会回到你的成本 这个当然可能时间会耗费的比较久 但是呢我们是建议在90到100内 假设例如说像今天 鸿海突然开高 哇突然涨了3块4块 你可以先卖一趟 因为我们已经认定说呢 他不会V转 所以你不会说卖的时候 哇怎么一下又水爽船高 直接涨到100多块上 所以呢过两天说不定 他股价又稍微有点回落 那你去赚这大概2 3块的价差 那来回操作几次的情况之下 或许你本来大概110的成本 那你赚到可能5块6块的价差 你的成本就降到了大概103 104 那下次只要鸿海一突破百元大关 其实你很快就有机会可以解套 而不是说可能又等110 那可能又要多等一个月的时间 所以我觉得在一个 在90到100之间 对打底震荡过程里面 我们是建议来回区间去做操作 去降定你的成本 这样子的话呢 你可能下一个阶段 他再上来的时候 会比较容易呢 达到你解套的一个目标价 好 我们现在看到了 这个ITEM卖得没有想象中的好 那么过去我们认知 撑盘的台股三王 那就见顶了 那换句话说 接下来我们期待2018 撑盘的跃脚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 有没有换人座 确实换了新脸孔 今天一个一个帮大家 来解开他们的神秘面纱 我们从过去的旧三王 现在找新的三天王 长什么样子 好 我先给大家看到的 这个是今天发开报纸 或者最近如果你在看股票 你常常会看到 生化家了 以前那个物理化学念的 也没有很好 想说我怎么玩股票 我还要认识什么生化家 每一个字都会念 可是兜起来不知道什么意思 然后又看到了什么 放大器 一堆一堆 来 我今天很快的 用很简单的方式 跟各位说今天盘面的焦点 他们落在这张图的什么位置 首先我们先来看看 生化家产业世界大战 现在已经一触即发 为什么我这么说 我先把今天 在版面上的东西 Cue出来 我们今天看到的是 吻茂 对不对 我们看到了吻茂 看要跟谁结合 跟Avago结合 Avago在这个地方 这是一个联盟了 我们今天看到另外一则消息说 这个环宇KY 跟谁把手给牵上了 他跟这边的三安光电 把手给牵上了 好了 这两个是两个联盟 我们很快来告诉大家 这一场世界大战 怎么打起来了 世界的三巨头在这个地方 Avago在内的三巨头 把这个IDM 它是整合 是设计大厂 在这个地方 把它想成苹果就好了 它发包出去 从上游的基板 累金 IC设计 代工封装 一系列一条龙下来 台湾的角色在那 你看到中文的 大概就是台湾所在的位置 全新在这里 然后呢 吻茂在这里 环宇KY在这后面 IC封装测试 就不说了 我们就来看看 今天世界大战怎么打法呢 今天的吻茂 晶圆代工 它跟Avago Avago入股它 所以人家形容就是一个副爸爸 这个联盟连上了 再来 环宇KY也是做晶圆代工的 他跟谁把手给牵上了 跟大陆最大的累金厂 三安光电把手给牵上了 那你问说 那稳茂的累金谁给的呢 全新 所以这一边呢 他们又是一条链 对手是另外一条链 好 就变成美台联盟 变成两岸联盟 互打的情况之下 应用到哪里去了 我们看到了 这个所谓的生化家 他过去的所谓的老陆 他用在哪里 3G 4G 5G的手机 这个你知道的 再来最近你常常听到 3D赶车 那个手机刷脸也是他 刷脸刷不够 现在要刷什么 刷车子的脸 以后车联网 80公尺 100公尺外的一个人 一台车 都要用这样的3D赶车 把它辨识出来 应用是越来越广 事实上来告诉我们 这场世界大战 应用这么广 路这么宽 可是大家怎么感觉上 更是狭路相逢了 是 没错 事实上据相讲的这张表 我觉得是明年可能 非常多标股会出现在这中间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我们刚才讲到 君相已经讲了 生化家这个产业 应用面越来越广 为什么这样说 我们知道 我们现在手机是4G 明年要开始 中国大陆要督入到5G时代 5G时代的话 其实生化家用得更多 另外包括说像车用电子 医疗3D赶车这么多 所以你就知道说 生化家它的好戏 真的中长线才刚刚开始 刚才君相也讲到说 事实上现在是 大家都在结盟 找产能的一个概念 也就是说今天的消息 当然就是安华膏他找了我们的 这个文帽 他用200 每股277块 用这个大概入股它3.1% 花了新台币55.4亿元 为什么安华膏要找这个文帽 因为我们知道说事实上 安华膏它自己本身 有非常多的产品线 我们知道他跟博通合作之后 他未来也要攻入5G 5G的产业里面 需要生化家的产能 那生化家的产能去哪里找 台湾的文帽显然是目前 全世界最大的生化家的金元代工厂之一 所以他当然无论如何 要拿下这个关键的地位 所以他就决定跟他合作 但是其实还有另外一派的大结盟 这个大结盟是来自于什么地方 来自于三安光电 为什么来自三安光电 因为三安光电 它其实目前是全世界 数一数二的LED的金额红统 我觉得他在扩产 可能往LED去 结果不是 但是为什么 因为现在LED杀成这个样子 你看我们国内之前的LED 很多股票都跌到禁止以下 那是因为最近在炒 Mini LED Micro LED才股价要上来 但是事实上他们最近的 他们营收获利真的都不好 就连三安光电 他自己也感受到这个压力 如果我再继续跟你们拼这个LED的话 我有一天搞不好也会步入 所谓的杀价竞争的这个行列 所以他是在2016年的时候 他就说我未来发展主轴 我不要再发展LED LED跟这个生化家 其实都是用同样的生产技术 就是MOCVD的这个机台 我用这样的技术 我要去发展生化家 只是说因为生化家的这个代工 难度是比LED更高 所以我要相关的人产 所以他制定的是一个长期的计划 他通过的是5年333亿的 这个投资计划 这是人民币 对 折合新台币是1500亿 我认不定的都是以前在半导体 然后面板才有这么大金额的 所以你知道这个投资金额 进来的话 其实对台湾的包括LED厂 对台湾的生化家厂 的确是压力非常大 所以为什么很多厂商 他三安光电通过这个投资之后 我们国内很多厂商 其实就去找了三安光电 那三安光电当然你知道 他目前的技术能力不够 那能力不够的话 他要找谁 台厂 台厂最后第一个找的是环宇KY 所以你就知道说现在 三安光电跟环宇KY 也就是中国跟台湾的大结盟 要拼什么 美国跟台湾的大结盟 所以现在其实整个生化家 金颜代工里面 已经分成了两大阵营 一个就是三安环宇KY 一个是文貌安娃高这个阵营 如果你没有加入这两个阵营的话 我觉得未来都会非常辛苦 那所以我觉得这个生化家的 这个所谓的生存战 我觉得大家不妨 这两个大供应链的 这个供应商去看就可以了 好 不过这个文貌 从这个年初的90块 飙到现在国家足足涨了 245% 两倍多了 但再涨上去飞天吗 然后续带我们看一下 因为今天这个PE 真的已经成为 整个大盘的显学了 文貌涨停板也离创高 咫尺之遥了 再来包含了环宇KY 今天的亮灯涨停板 那我们怎么来关注呢 这两大阵营压哪一边 这两大阵营我认为各有优势 那比较像这个 这个比较积极型的 投资朋友像郡向这种的 应该是要买这个文貌 比较保守一点的 可以买什么买环宇 因为这两家公司 其实都有EPS 但是涨幅来讲的话 环宇相对是涨得比较少一点 还没开始涨到吗 它有涨到 但是没有涨那么凶 那如果说像这个全新 以及红杰科来讲的话 涨幅甚至比这个环宇还要来得高 但是如果说从EPS的角度来讲的话 全新跟这个红杰科 他们的本益比就比环宇高出许多 所以我才说保守一点点的投资朋友 可以选这个环宇 因为其实环宇的一个业绩 其实是很好的 你看他今年EPS四块半到五块 大家不要嫌少 你像全新今年我们预估EPS可能两块半左右 好一点看 我们有三块股价涨到一百多块了 你看他的EPS比这个全新好那么多 今天就算涨停板 也不过才九十一块一 那我骂当然是业绩最好 但他已经有点打冲马战 对但是如果说这种股票不涨的话 那你其他PA也就不用讲了 不是这样说 但是不管怎么样 这两档股票为什么会强成这个样子 为什么大家最近这么疯这一块 其实说穿的就是3D感测 那因为今年3D感测出货量5000万颗 那未来三年就大幅成长 尤其是明年 因为Apple的一个星期导入之后 很多中国的智慧型手机三星也都有导入 所以明年绝对是大爆发 所以我们看 如果说从这个生化家这个族群 往外扩散的话 其实我认为3D感测的股票 应该都还有机会 因为生化家的股票说真的没有急 那那个钱在那边一直在那边滚也不是一个办法 一定会一流出来 所以一流出来的话 3D感测的一个股票 我认为有几档股票 因为营收已经公布了 我们从11月份的营收来看这些股票 是不是有投资的价值 我们第一个先看精彩 因为我上个礼拜来 其实有讲到为什么精彩 这一档股票前三季EPS是买纳实的 为什么股价能够涨到90块 原因很简单 因为呢 就是说3D感测 尤其苹果阵营的3D感测 最重要的两个元件 一个就是面色型雷射 另外一个就是绕色元件 面色型雷射就是用生化家那一块去做出来的 另外绕色元件的部分就是台积电代工的 那台积电代工等于通知这一块 但是台积电的营收那么大 做这个3D感测 当然没有感觉 但是如果灌到精彩的话 那就不一样了 你看他的营收 9月营收4.08亿 月增46% 10月营收又增加 比4亿又增加到5亿 年增70% 到11月最新公布出来是5.43亿 又比前面增加 而且年增率119% 大家有没有看到 营收的部分是逐月增加 而且年增率是大幅的跳升 营收是创下历史次高 所以你说他涨的有没有道理 他绝对涨的有道理 而且他有这个条件 所以你看外资的部分 一路买 到现在就算大盘指数跌 他股价拉回修正 外资还是站在买方 原因就是因为他吃到了这一块 而且是独家 因为台积电的这个3D感测的风测 就是给他 当然这种股票 也适合均向这种积极性 比较保守一点的 那华金科比较低价一点 而且他比较没有涨到 比较没有涨到不是不会涨 他要有一个爆发点 那我们来检视营收 对 营收 你看他11月营收公布出来 这什么感觉 月增三成 人家营收在11月都是掉下来 大部分电子股11月营收都掉下来 他的营收竟然是成长 但是他的重点应该是摆在明年 因为华金科他现在就是跟美国有一家大厂 他就不肯讲说是哪一家大厂 但是其实就只有两家 一家要嘛就是Abo 要嘛就是高通 因为就这两家有在做3D感测的东西 对不对 所以他既然不是苹果供应店 那就答案就已经出来了 高通其实是很大咖的公司 3D感测除了苹果之外 高通就是供应三星 以及中国大陆智慧型手机 那华金科他本来就是供应 这个中国大陆双镜头的一个公司 所以他切入跟高通合作做这一块 我认为是这个理所当然 那业绩的部分听说 他3D感测的晶片 明年第一季就渴望量产 那明年第一季是电子的淡季 那这样听起来的话 他第四季业绩不错 明年第一季又有这个3D感测的一个业绩 贡献出来 那这样的话可能在淡季里面 他会是比较业绩突出的股票 所以在这个地方股价才能够上涨 好 我们讲到了台股 称盘天王换人座 现在看到了两个天王 我们看到了生化家PA族群 又看到了3D感测 不过这两个族群 你中有我 我你中有你 有那种一中求同 同中求一 但是我看到了一个关键字就是 原有的技术找到了新应用 所以这个逻辑 蔡总大人来看看 第三大天王要端出场了 就是我们讲的软板 硬板 这个在过去来讲 只要有电器的东西 就一定要有板子 这也不是什么多新的技术 为什么变成了当红罩子机 而且成长幅度看起来是最高的 对 股价是反映未来的 我记得去年这个时候 已经在讲会用3D感测 然后无线充电 那些平概股就从那个低点一路涨 现在郭敏企又开始 拆明年的这个新机 他说明年三款的iPhone 那个外型都跟iPhone X一样 但是很特别 用一个耗电的True Dips 我们看这个True Dips的相机 最主要是第一个刷脸 这一定有 摘过来用手势指挥 可能是在这个部分 但是老实讲 这个手势也台场吃不到 真正吃到的是什么 为什么 因为明年会出一款6.5寸 做到那么大 所以它很耗电 我们以前讲过拆开里面的 那个电池尽量给它位置 给它容量 所以用L型的 这时候电池的软硬板需求 它认为明年会成长4到50% 所以iPhone拆起来 藏在里面的软硬板 才是明年的一个焦点 但是为什么 市场对这些股票就 你也没什么赚钱 股价很低 都对它没信心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 11月份营收 有了评概已经下来 你看华通 耀华 建顶 真顶 台锯 五基 全部都创历史新高 历史新高 这边我们有整理出来 11月营收 历真利 甚至台锯都还有2成8 然后耀华18% 但是问题是 白白你都够同样 新兴电仅说 尤其嘉年益 没有创新高 嘉年益11月份营收13亿 好 我们来看一下 那时候不是讲春田出售吗 你那个天线的软板 不是要给这个嘉年益 而且春田从11月份 iPhone X上市之后 股票已经跌了16% 所以的确它有问题 但是你到嘉年益 11月份营收什么没有起来 我还调出来 去年11月12月 嘉年益一年最高峰 平均一个月都还做14亿 去年哪有什么转单 今年有转单还只有13亿 比去年的14亿还更低 去哪里 是不是又一个鬼故事 不知道 我们要看 好 那现在来我们看 会不会表错情 你看嘉年益第三季EPS0.22 前三季还亏了0.04 那假如说12月的营收再不起来的话 那有可能出现什么问题 明年3月底要公布的2017年的年报 可能会跌破眼镜的坏 这样股票四十几块 这一波涨100块两倍 最高到50块 今天虽然涨 但幅度不大 只有1.6% 而且你看 没有人在刚抢 之前这个传言的时候 大家抢得不亦乐乎 但会不会是要法 要法第三季的EPS0.34 前三季亏0.05 数字两个差不多 但是他10月份被警示公告 一个月EPS就0.3 所以他第四季有可能一块 所以明年公布的2017年报 可能会有一起 所以你看今天它涨 已经又创下了一个波段的高点 而且你看这个量 跟现在这个加利的量 已经有差别了 所以行安来人可能知道 也许真正的黑马是在要法 刚才总讲到三个字 超有感觉的 表错情 散户这一档最长的万点行情 有没有表错情 幸福到我们来看到 居然有四成高达640多档 居然是不涨反跌 赶快教我们怎么检查 我继续该续报 还是勇敢的跟他say goodbye 好的我想其实我们从股价的一个表现 就是一定要找这个营收表现好的 像这个稳貌 今天其实股价锁住涨停 你可以发现它YOY有70几个percent 其实不只是11月创新高 7月8月9月10月 是连续好几个月是创新高的 一路创高的 另外还有包括像葡萄网 葡萄网的话 它的一个是10月跟11月创新高的 也代表它其实第四季的营收表现 应该是也有机会创高 另外包括像是做工具机的上营 还有像封测的这个所谓系格 另外像PCB的药滑 这个都是什么 11月创新高 甚至有的是10月9月 很多都是连续 连续性的创新高 那我们来看一下 例如说像是这个葡萄网的部分 葡萄网可以发现 其实它今年上半年的时候 有这个算是 就是创办人过世之后 公司有一点点内讧 所以其实它的股价 其实今年没有什么涨到 没有什么涨到 那后来其实它的营收跟获利表现 还是持续的往上走 所以股价到今天创高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针对葡萄网的一个预估 你可以发现 营收跟获利 今年应该是有机会赚在一个股本 其实针对葡萄网的一个预估 你可以发现 营收跟获利 今年应该是有机会赚在一个股本 不过股价今天刚创高的过程里面 代表就是它 其实最近震荡的过程里面 等它拉回量缩的时候 我们可以来做一个考量跟低阶 因为这是一个强势股 先不要追高 好的 我们刚刚看到的是一些 所谓强势股 这个好像老鹰一样 持续的往这个高空飞 另外这个区块 是营收表现很好 但是它像空中飞一样 什么叫空中飞 就是晃过来晃过去 明明基本面很好 怎么股价的表现相对并不是特别强 例如说这几档个股 你看一样 11月营收是创新高的 但是最近这三个月 其实你看连真顶的都只有小涨 几乎没涨 那美琪马是因为第四季 它涨了两倍 所以它在10月 对10月开始的时候 这个回跌大概只有三成 另外像台郡茂连 台拉电等等 都跌很重 对 都有跌 这个其实我觉得 有时候如果我们用 基本面的角度来看 跌升反而是好的买点 说不定就开始慢慢浮现 委屈了 举例来说像真顶 像真顶上礼拜五外资已经开始回补了有490张 第三届的EPS是2.1 另外包括像美琪马的部分 这个Y1Y甚至年增超过了一倍 台郡茂连都一倍以上的水准 那我们来看一下 有关于这个像是这个真顶它K线的一个部分 那你可以发现呢 它最近这个粉红色的这条线呢 跟这个就是大概一个融资的成本 就是说之前它回多回下来的时候融资的成本 其实目前还在上面 另外呢 蓝色这条线是所谓的季线 季线我们常常讲是一个多空的一个分水岭 那现在呢 其实它试图 因为它营收呢 对 营收是连续三个月 三个月历史新高 这个90 11三个月历史新高 对 它好的基本面 它其实股价跌升了 慢慢的它的一个投资价值就浮现 那外资的部分你也可以发现 其实这也是属于一党外资呢 在控盘的股票 这些个股呢 慢慢都有成长 另外呢 我们来看一下获利的表现 其实它去年的表现不好 但是今年的获利会开始回升到6.532 那我觉得以它的营收创新高 获利开始回升的情况之下 搭配我们常常给大家一个观点 所谓的营收黄金交叉 你可以发现它其实 最近营收跳升的幅度非常快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9月11月11月是连续性的创造 那这样的个股 我觉得就说它回到了